香港電競是什麼泡沫呢?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二次元解物來的飾物 這一集我們來講講香港電競目前的發展 任何產業的價值本質上都是由市場所決定 最簡單的例子 為什麼一個由皮革所做成的名牌手袋 可以賣出遠超的原材料價格的幾十甚至幾百倍呢? 當然當中是牽涉到名牌效應等等的一系列原因 但是最本質的原因 都是因為有人肯為這個手袋埋單 當有人肯埋單的時候產品才擁有價值 而假如一項產品 沒有人願意為它埋單 基於最簡單的原理 供大於求 產品的價格就自然會下跌 但如果一樣產品 它的價格是遠遠大於市場需求 同時產品的價格依然不斷地上升 那麼這一種現象就被稱為泡沫 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經濟泡沫 是單身1637年的荷蘭 這個泡沫被經濟學家稱為屈甘香狂業 屈甘香是一種很難在短時間內大量繁殖的植物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在少數的植物愛好仔圈子入面 屈甘香一直都可以賣出相當高的價格 後來高昂的價格 慢慢吸引了一班投機分子的加入 這些投機分子對屈甘香本身並沒有任何的興趣 只是希望可以透過轉手和空抬價格來獲得利潤 到最後屈甘香的價格因為炒賣被抬得非常高 最終遠超它本身的價值 在1636年 一顆屈甘香的種子 可以交換8隻肥豬 4隻公牛 2噸奶油 1000磅乳酪 一隻銀製杯 一張附有床墊的床再加一隻船 最終這個高昂的價格 令到原本那班愛好植物的愛好者失去購買的義勇 而失去了買家 而手上拿著一些貨想要買的投機者就開始恐慌 接下來就是恐慌性拋售 最終屈甘香的價格大跌 成為了歷史上第一次有記載的經濟泡沫 當一個產品的價格 遠遠超過買家願意承擔的極限 經濟泡沫就因此而形成 而望一望香港的電子競技圈 我看到的一顆越出越大的泡沫 電子競技的本質是運動 但是電子競技產業的本質是商業 也可以說是供求關係 如果以商品的角度來理解的話 比賽是一樣商品 而看比賽的觀眾就是顧客 所以如果電子競技比賽 缺乏觀眾的支持 但是就越做越大 這個很明顯就是一個泡沫 前幾天有朋友邀請我去在會展舉辦的EMF 廢話不多說自己感受一下 一張吊空廟無人坐的燈 迎令我再不敢地陷近 沉在遠遠的以前 這燈之旅 父親 仿似巨人 用呼吸妙目 很明顯EMF就是一個公大於球的例子 按照一班在場的工作人士所說 為其三位賽事入場人數都是這樣 整個賽事簡直可以說是失敗來形容 但是只看贊助商和主辦單位 這個賽事可以說是資源豐富 到底整個EMF死在哪裡呢? 首先第一 這個賽事的定位不明確 甚至在主題上可以說是自相矛盾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想要推廣本地電競 最重要是做出屬於自己的特色 EMF第一屆 誕生在2017年 落後IEM Intel Extreme Masters 7年 落後Dreamhack 十幾年 同時這三位賽事的性質和主調相當相似 都是想營造出電子競技的專業性 想要在後面追趕的話 香港電子競技圈 一無相關文化抵運 二無相關歷史背景 只是搬自過子 複製外國賽制的話 想要在後面追上對方 其實難度是非常之大 既然在專業性上追不到外國賽事 EMF選擇的做法 就是遊合電競和音樂兩個主題 希望可以同時吸納兩邊的粉絲 來關注賽事 先不論電競和音樂兩個主題的契合度 如果兩邊都可以邀請到一班專業的表演者 來參與項目 這個賽事的確是相當值得看的 而電競方面來看 其實邀請的嘉賓和選手 質素無可可否認是相當高 雖然說香港認識他們的人不多 但平時有看開電競賽事的觀眾 應該可以看得出這班選手的確有他的價值 這一邊的策劃 我會說是相當不錯 但反觀音樂的部分 邀請的嘉賓 我只能說一句真是苟不答白 即是我不是歧視賣樣賣身材 也不是歧視整容 但事實求是 既然這個賽事的定位是專業 那你請一個明顯不是透過實力成名的DJ 就是狠狠掛自己兩巴 第二 市場定位不明確 到底這個賽事是想做本地觀眾市場 還是做外國觀眾市場呢? 如果想做本地觀眾市場 那要怎樣吸引本地觀眾去入場呢? 在邀請這些明星選手來之前 有沒有向香港的觀眾介紹這些選手的背景呢? 有沒有嘗試去令觀眾理解這些選手 在外國到底有多出名呢? 當這些選手在香港本地 本身知名度就不高的時候 不許單獨為他們做宣傳 但就網上有觀眾入場 我只能夠說不要FF那麼多 那如果想要做外國市場呢? 做不做得到呢? 其實可以的 其實就好像香港國際車人籃球賽一樣 一樣可以做得到外國市場 但是EMF對於整個世界的觀眾來說 到底有什麼特色 是令到外國觀眾 一定要飛來香港看的呢? 那這件事又回到我們的第一個問題 這個賽事的定位不明確 香港電競是不是一個泡沫 的確是有待相確 但是EMF公大於球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 如果下年我們看到這個賽事獲得更多資源的話 我想大家應該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實如果要推廣本地電競市場 與其花一些大錢來搞一些大型賽事 倒不如把資源投放在職業選手身上 或者是舉辦一些慶典 讓大眾可以體驗或者理解電子競技 今年EMF裡面的一個體驗區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尤其是中電所贊助的電競學童 邀請了一班電競選手 甚至是家長來講解自己接觸電子競技的故事 或者是CSL和KFC所贊助的手機PUBG競技比賽 其實都是一些很有意識的活動 可惜就被一個失敗的大型比賽所拖累 同時 香港目前職業選手的職業環境是非常之惡劣 正如我們之前講的神JK那條片 就已經提到過香港電競選手目前所面對的困境 那這次我邀請了幾位職業選手 為我們講解一下 香港目前的電競環境 和他們目前的待遇 想知道這件事的下一步進展 就記得關注我的YouTube Channel和IG